院長心裡做何感受 這是救命錢啊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遺憾 不忘把風災和總預算綁一起 綠營立委平坐球和院長一搭一唱 各地對我提出的 明年要怎麼樣來做系統性治水 好像我只有一句話告訴他 等我爭取立法院的預算 再來答覆各位吧 明年度總預算遭封殺 先是遺憾又是無奈 卓院長口中的爭取預算 這說法再也無法接受 國民黨理委王宏偉指稱 即便是明年治水預算 若編列在前瞻 就是延續性預算 根本沒受影響 就算不是前瞻預算 災防法57條也規定 可排除預算相關規定 錢一樣可以挪支使用 不過國瑜請在臉書2點回擊 災害延續性是可能跨年度 而預算法54條補充規定 災害準備經審查完才能使用 去年度審查今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全部都已經把它審好審滿 編好編滿了 所以現在的民進黨 他是用這種來帶風向 救災優先 而不是政治口水優先 郭疫情委員 你恐怕要找家教了 這樣子的一個惡補的方式 對預算完全錯誤 攤開預算法第54條規定 除了新興計畫 需審議後才能動之 原本的計畫像是 每年都有的災害準備經 不受影響 民眾黨團也在臉書加碼 前瞻五期治水預算高達101億 還有70項未發包 要執政黨不要再騙了 而眼看因為風災 立法院長韓國瑜邀請朝野 吃的和解飯先喊咖 但這飯局胎死腹中 預計在10月11號要登場 我希望行政院要拿出誠意 跟我們在野黨的委員 來做充分的溝通協調說明 就盼著飯局能打破兩院的預算僵局 鐵邊信吳慧寧軒 特別超多 願意 我們在地道上 大陸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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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